16年前出租屋内 一场古怪的大火 遇那女子情况异常 因为像火灾现场 你如果是自然的原因 如果是烧死什么的 应该是不可能这么自然 事发后 表现反常的丈夫 都一直在哭 老婆对不起 一枚小小的烟蒂 成为唯一线索 地面上就是发现了烟蒂 16年后 居然出现一枚 一模一样的烟蒂 真雄究竟是谁 真相又是什么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16年后再现的一枚烟蒂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烟蒂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可以见到 非常普通的东西 可是今天的这个节目里头 一枚小小的烟蒂 却事关一个案子的真相 也事关一个人的清白 而这个案子 也让警方追查了 有16年之久 更离奇的是 16年后 居然出现了一个 和当年一模一样的烟蒂 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让我们 回到16年前案发的晚上 那是2005年6月12号凌晨1点钟 上海凤仙区警方接到报警 说某小区一楼的这个房间里 窜出了浓烟 着火了 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 火势倒是很快就控制住了 可是现场却有惊人的发现 15号队在出警的过程发现 大概有致死 据了解死者是一名女性 起初大家都以为 她可能是火在当中 来不及逃生 才不幸丧生的 可是当这个刑侦所的技术员 赶到现场之后 却发现情况没那么简单 我们到现场之后 就是就看到一个尸体 养命就逃在床上 但是这个给我第一感觉 这个有点问题 因为像火灾现场 你如果是自然的原因 如果是骚扯什么的 应该是不可能这么自然 所以他这个人的这个尸体 这个状况应该像卷缩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技术员的疑惑 很快就得到了法医的印证 死者的确是在火灾发生之前 就已经遇害了 是一个吸毒性的这种事实 几乎是可以判断暗制性 的应该是数答案 这么说的话 火灾什么的 都是假象 是犯罪嫌疑人 掩盖犯罪事实的手段 那么被害女子是谁 凶手是谁 负责走访周围邻居的刑警 汤连忠很快就确认了 出事的这套房 是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当时是租属去 租户是一对来户打工的中年夫妇 李平和刘云 而结合刑侦所的鉴定报告 警方确认死者呢 就是37岁的女房客 刘云 可奇怪的是 当时在出事的房子里啊 就只有死者 刘云一个人 她的丈夫 李平呢 当天晚上呢 她并没有在家里 这可是后半夜 李平怎么会不在家啊 她去哪来 所以当时警方第一反应就是 难道刘云的死跟李平有关吗 灭活的时间是凌晨一点钟左右 那么她老公为什么不在这房间 只有她老婆在房间里面 所以我们也在想 是不是有一种家庭 或者是夫妻矛盾引起的 这一类的情况 汤连忠的怀疑是有理由的 因为案发现场啊 警方发现门窗都是完好无损的 凶手很可能跟死者熟食 软禁门的可能性很大 门窗什么的 基本上是没有破坏 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应该是熟人作案 那么这个熟人 会是刘云身边最亲密的丈夫李平吗 要解开这个谜题 首先得找找李平 所幸的是 案发之后不久 李平倒是赶到了现场 不过当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的时候 她的反应的确很反常 就一直在哭 老婆对不起 老婆对不起 然后我们在想 那你对不起 为什么对不起 你总有一个原因吧 对吧 我们就直接了当地跟她说 你老婆 是不是被你害死了 她说不是 那为什么说对不起 李平否认自己是凶手 可是面对侦察员的追问 她情绪很激动 只是一个劲的说对不起 拒绝回答其他问题 考虑到她刚刚失去妻子 心情可能难以平复 警方就决定了 先把她带回到派人所 继续询问 特别是要问清楚 案发当晚她的去向 于此同时 警方也在现场继续勘查 因为事发在深夜 他们也怀疑 的确是有其他的可能 比方说 会不会是有人为了钱财 引发了命案 然后经过清点以后 发现现今手机都在现场 所以当时我们 怀疑也不是谋财 不是谋财那凶手 为什么要加害刘云的 他跟刘云之间 有什么仇怨呢 正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突然有侦察员 在现场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这个门口 这一块的痕迹也很重要 在门口里侧 这个防盗门里面 就是地面上 就是发现了烟地 一枚烟地 会是谁留下的 会不会是嫌疑人留下的 警方觉得极有可能 因为从烟地的情况来看 是挺新鲜的 应该就是这两天留下来的 而从质地上 警方还判断出 抽烟者的身份状况 相依的那个质地来看 是属于比较低档的 比较临价的 说明对方是个 经济条件不怎么好的人 那会是谁 让警方无比惊喜的是 从这枚烟地上 他们随后还真就提取到了 一名男子的生物痕迹 这就很珍贵了 如果抽烟的人真的是凶手 那只要把这份痕迹 和有嫌疑的人进行对比 说不定就能够找到他 他们首先想到的人 当然是死者的丈夫李平 目前为止 她是嫌疑最大的 可是比对的结果却显示 抽烟者不是李平 随后警方就了解到 李平他日常时候 确实没有抽烟的习惯 这就奇怪了 如果不是他的话 那天晚上李平 怎么就那么巧不在家里呢 事后在现场的反应又那么反常 一直在说对不起 后来情绪平复下来之后 这个李平终于解释了一下原因 平时我就跟我老婆在一起的 下午的打牌 我跟我表弟 那里刚好是专务节 当天晚上我就在表弟家睡觉 就是三楼 没错 李平说呢 当天晚上他虽然没在家 可是离家并不远 就在事发楼栋的三楼的表弟家里头 妻子在一楼的出租屋内被害 睡在三楼的自己却毫无察觉 你说他能不自责吗 这就是他事后一直在说对不起的原因 如果当天晚上他不在表弟家住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而更让李平痛苦后悔的是 据他说呢 其实就在案发前一个小时啊 他还下楼拿过东西 李平回应那是临近半夜十二点 他还没睡着呢 他平常有个习惯 喜欢听着音乐入睡 于是他就给妻子刘云发了条短信 据李平说呢 就在他下楼拿随身听的时候 他还注意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他留意到在他们家旁边的楼道里啊 停了一辆陌生的自行车 因为他住在这个地方 很舒适的这个环境 他知道这个自行车不是这个楼道里的 外来人去过来 李平说当时他还觉得纳闷呢 这么晚了 谁的自行车停在这儿 但是他也没想那么多 拿了随身听就赶紧去睡觉了 他万万没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一楼的家中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事后呢 他联想起来 才觉得那辆自行车很有问题 说不定就是嫌疑人的 因为案发之后啊 那辆自行车也不翼而飞了 这个自行车应该就是嫌疑人的交通工具 当时呢 警方也觉得那辆自行车有问题 但是仅凭模糊的线索还不够 于是他们就接着问 说那辆自行车有什么特点呢 座位上面套了一颗红色的马甲带 很醒目的 有了这个明显的特征 警察立即就行动起来了 他们以15公里左右的自行车 平均时速 划定了一个半径20公里左右的排查范围 也查了周围的工厂 很多商业班的工人 可是蹲守了一个多月 并没有结果 因为这个套这个马甲带 它这个是可变的 在下雨天的时候 它可能套一下 太阳出来了 用不着了 就不用了 这个线索太不确定 怎么办呢 当时警方唯一的希望 就只剩下嫌疑人 遗留在现场的那枚烟蒂了 之前说过 从现场情况看 作案的人应该是熟人 午夜时分 他把自行车停在楼下 那么他那个时候 就很有可能已经在屋子里了 说明嫌疑人跟刘云的关系 非同一般 还记得吗 在现场警方曾经找到了 刘云的两部手机 另外还有一本纸质的通讯录 上面记录了数十个 与他保持联系的男性电话 这里边会不会有嫌疑人 警方于是就开始一一进行了排场 所有的关系人坐在见面 抽血进行排场 然后比对 比对上 烟蒂那个比对上 那说明他又做完嫌疑 到过现场 结果还是没有 案子一直破不了 其实最痛苦的人就是李平了 虽然综合李平的这个说法 以及外围的证据 后来警方已经排除了他的嫌疑 但是本来是一起出来打工的 结果妻子却不明不白的被人害了 事情传到老家 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加上一直没找到嫌疑人 大家总觉得这事跟他脱不了关系 尤其是妻子的娘家人 对他疑心很大 我老婆死了之后 我一直没成家 那个死了我家里 这边的马铁 这边灰灰扬扬的 他一直我老婆家里 一直不理解我 他说当着我孩子的面 他说我把他妈妈害死了 无论李平怎么解释 都无法打消妻子娘家人对自个儿的怀疑 以及外边人的非议 这对他来说就是个巨大的压力了 只有找出真正的凶手 才能还自个儿一个清白 可是能查的都已经查了 对于警方来讲 这也是个难解的谜题 时间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16年 案子一直都没进着 不过这些年呢 除了汤延忠和当年的一些老警察 有一个人呢 也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个案子 就是这位叫忠于的年轻警察 他是刑侦所的新一代技术员 忠于为什么对这个案子尤其重视呢 说起来真的是机缘巧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和忠于坐在一块的是谁 他是钟建华 是当年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 两个人是不是挺像 没错 这俩人是父子 也正是这种魅力 让忠于子承父业 也投身到了刑警事业当中 之后呢 他进入了奉先官局工作 是儿子又是同事 忠于的很快就能体会到 这个父亲钟建华 想要破这个案子的心愿 所以身为技术员呢 他也一直在留意这个案子 经常会去翻一翻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 一个个翻看 看能不能找出新线索 而线索真的就在不经意之间出现了 那是2020年8月25号那天 忠于呢 像网上一样去上班 当他来到实验室 就接到了一个新送过来的样本 说是一个盗窃案当中啊 嫌疑人留下来的物证 提出忠于呢 也没想那么多 不过当他拿到样本一看呢 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个样本啊 居然是一枚烟蒂 也是一枚烟蒂 忠于脑海里头 不由自主的就联想到了16年前的那个案子 他突然闪过了这么一丝念头 难道说 但是他马上觉得这不太可能 时隔16年了 两个案子 你说出现相同的DNA样本吗 那是有可能 但是出现一模一样的烟蒂样本 那除非是电影里的情节差不多 不过有句话不是说吗 戏剧就是来源于生活的 当终于再仔细看那门烟蒂的时候啊 咦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烟蒂都是一个品牌 居然和16年前的烟蒂是一个牌子 这下终于就有点坐不住了 不会真的出现奇迹了吧 但是他还是不敢想 毕竟抽一个牌子烟的人多了去了 哪会有那么巧的事 所以呢 最初终于呢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把两枚烟蒂上面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 你猜怎么着啊 一个让他万万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生物性物质又一致 现在匹配到了 说明他到了现场 16年后 这枚烟蒂上遗留的生物痕迹 居然和16年前那枚烟蒂上的生物痕迹 真的是一致的 当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终于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说明两枚烟蒂就是同一个人留下的人 隐藏了16年的凶手 真的出现了 他是谁呀 刚才我们说到16年后 一件充满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次比对过程当中 技术员终于呢 居然发现了一枚和当年刘云被害案同一个牌子 并且有着相同生物痕迹的烟蒂 这实在是太巧合了 这嫌疑人又从出江湖来 终于第一个告诉了人呢 是自己的父亲钟建华 而钟建华呢 也第一时间联系上了 已经离开重案队的老侦察员唐连忠 他说 阿唐哥 你还记得05年吸入那个案子吗 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这个案子 他说8月底 你下个礼拜 到中央队直播导 得知了这个消息 唐连忠很激动 等了这么多年 案件真的从起了 同时呢 他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16年后怎么会出现了 一模一样的烟蒂呢 在哪发现呢 他们很快就查到了 这次的烟蒂呢 是在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发现的 偷盗人叫王汉章 今年56岁 在上海闽航区的一家工厂上班 因为偷窃工厂财物被发现 在现场留下了样本 那么王汉章就是当年的那个嫌疑人了 虽然两次烟蒂一样 但是16年前的那次 只能说明他去过现场 他究竟是不是凶手 还需要调查完善证据链 往前回放16年 警方发现王汉章的嫌疑的确很大 他的家呢就住在奉贤 在闽航区上班 一江之隔 2005年案发时间段的前后 他的确正好上夜班 当年黄埔江的跨江大桥还没建成 大家都是坐轮渡上下班 而他呢正好能搭乘午夜的轮渡过江 不仅如此 工友们还反映 这个王汉章的经济条件的确不好 平时呢就经常会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 这次被抓了个这么着 这与当年警方对嫌疑人的判断也相符 警方决定对他进行抓捕 2020年10月8号 当地一个路口 一辆迎面使来的电动自行车 被警察截停了 骑车人呢就是王汉章 但面对警察呢 王汉章非常意外 到了警车上 他那反应就反常了 王汉章的表现更加加深了警方 对他的怀疑 可是接下来到了派出所呢 他却始终否认当年去过刘云嘉这一事实 找我什么事情 或者不知道 我没干过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 就是不断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 王汉章很强硬 或许他觉得当年的一把大火把现场都烧光了 警察手里都不可能有证据 看来呢 不给他来点真功夫还是不行了 进行对他的生物物证的采集 首先第一个是为了就是确定 确定他是否是当年那个人 第二个就是也是为了给他一些心理压力 比对下来确实是这个心理人 证据摆在眼前 王汉章呢再也扛不下去了 终于低头承认 是的 他的确就是当年加害刘云的凶手 可是为什么呢 当年警方骗查了刘云的关系人 没有发现他和王汉章有什么关系 好端端的王汉章怎么会跑去加害了他 这里面就有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隐情了 回到16年前 据王汉章回忆 当年的他还是闽航区某工厂内的一名劳务工 一个月的工资少得可怜 只有650块 而他呢有两个女儿当年都在读书 所以家庭负担很重 连菜都没钱买的王汉章难怪就只能买些廉价烟抽了 而在经济状况如此窘迫的情况下 他却偏偏还是个风流成性的男人 还经常喜欢在大家面前吹嘘 花天酒地的王汉章不知道怎么了就搭上了刘云 据说呢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别看王汉章自个儿手都不宽宇 倒是挺舍得为刘云花钱的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还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王汉章说他也没想到 2005年6月12号晚上 他刚下晚班 就乘轮渡返回了凤贤 这就骑了自行车 照常来到了刘云的住处 可是他没想到 刘云呢不想再跟他维持这种关系了 表示要分手 两人呢就引发了激烈的争执 就出去 左手门拉开一点点 我马上给出去了 给他出去了 两个人出了 王汉章说当时的刘云呢 试图呼救 这就让他很害怕 毕竟刘云的丈夫就在三楼 于是他肥手抄起枕头 就压住了刘云 就这样刘云渐渐的就没了气息 铸成大创的王汉章 此时慌乱不已 他靠在了门口 想找到快速冷静的方法 瘦了一颗烟 瘦了两颗 还有这个打工具 还要在手上 就肠边上 就肠带我对着 欠一下我对头 王汉章以为一把大火 就可以烧掉所有的痕迹 掩盖自己的罪行 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 当年他丢在现场的烟头 留下了重要的线索 他更没想到 因为这么多年 他烈性不改 经济状况也没什么好转 还是抽着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廉价烟 16年后 当他偷盗厂里的财物 下意识的作案习惯 让他留下了一模一样的证据 终于帮助警方锁定了他 随后他被带到了当年的案发现场 进行指认 时隔16年再次回到这里 一切他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其实这16年来 他自个也明白 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现在我进来 我稍微能轻松一点 直发直说 对吧 自己发的罪 自己交代 嫌疑人落网了 真相也水落石出了 被害人的家属 尤其是被害人的丈夫李平 多年来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 这下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这还要感谢警方的坚持不懈 即使线索只剩下了一枚烟蒂 也没有丧失信心 一代接一代的刑警依然在努力着 尤其像钟建华和钟渝 这都是父子警察 父亲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 始终对职业生涯中的遗憾念念不忘 儿子也始终细心留意着 当16年后 其他案件当中 又一枚烟蒂出现的时候 及时抓住了这个细节 揪出了隐藏在背后的真凶 让案子得以完结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落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好 再见